朋友们早上好 今天又不想放他们 我看到那个群里面 也没有发什么通知放鸽子 我又想把他们给放出去 他们在家里要是不飞的话 比如说晚上回来早了 要是飞他们会飞得很久 要不给他们放了 放放放 不放的话他们翅膀是痒的 那些拿过去比赛的鸽子 我感觉这段时间要瘦 就跟不吃一样的 比如说我要是今天他们没回来 我上班之前 他们要饿到晚上 晚上的时候才能吃 所以说心里面还是有点心疼的 都出去了 飞一会儿 飞一会儿吧 其实这次担心的就是那个 六七八 六七八是一次熏放和鸭笼都没有 直接上这个四十公里的鸽车 还是挺担心他的 希望他能回来吧 搞一个油 吃的四百粉 准时放出来 香个 开了 好 请楼啊 今天是晴天 刚下班到家 小花来了 谁又在那边打架了吗 先数一下鸽子来了多少只 四十公里 训放 有的朋友就问说这个四十公里是咋算的 是直线距离啊直线距离 到咱这边得四十多 今天最担心的一鸽子回来了 他是一次 没有然后训放过也没压过笼 六七八 刚才数到他我就所以说给他拍一下 开心 数了好几遍本来还以为有一只没有回来 在那个地方蹲着呢 全部回来了 我得去 四十公里其实我蛮担心的 有的朋友说 不会丢 万一丢了呢 丢了拍视频 还是有点丑的 我说你们要丢 要丢远一点 丢个200公里 300公里那里 我还欣慰一下 你飞个四十公里 五十公里丢了 我感觉到很 很不舒服 等于白养他们呢 尽量一个都不丢 现在天还亮得早 那边也在加飞鸽子 我们今天回来得早 让他们飞一会儿 飞一会儿给他们喂食 比赛的鸽子都没吃食呢 要少喂一点 我打算喂两餐 马上等他们飞回来 差不多飞个半个小时吧 我叫他们叫下来 喂一下 喂过之后等到九点钟 我再喂一次 晚上九点钟啊 好了朋友们 谢谢你们的关心与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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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